二十七 明報 涉歐的市應食食客資料假卡集團被倒 2015年7月15日港民A 10 明報專訊 警方在上水島破一個遊客社會操縱的偽造信用家集團 揭發集團在港利有食市市應道取顧客信用卡資料 用以偽造信用家轉加車手購買電子產品轉售圖利 行動中 警方檢獲一批假卡及製造假卡工具 拘捕兩名男子大處 警方呼籲市民小心使用信用家 並留意帳單有無可移交易 被捕兩人分別姓王二十三歲 及姓廖二十一歲 本地人 有黑幫背景 涉嫌管有用作製造虛假文書的設備及管有虛假文書罪名 警方正追緝涉判在途者 利有市應套信用卡資料居食 集團利有餐廳市應 再顧客結帳事件中套取信用卡資料 報酬由數百元至二千元不等 視乎信用卡類別而定 集團由從內地購入俗稱白卡的空白信用家 以工具製出訪真度極高的偽造假信用卡 然後聘請車手持假卡到不同商店購買智能電話 及相機等電子產品轉售圖利 又假卡質素甚高 故購物時大多信利得手 製假卡買電子產品轉售圖利消息稱 警方今年5月接獲《關於偽造信用家集團的線報》 經調查所定兩名主腦 作神狗時許 探員突擊搜查上水高步村及採員H.目標單位 拘捕兩人 行動中 共檢獲37張懷疑偽造的信用卡 一部制卡機 二部讀卡器 以及一批製造假卡工具 涉及金額有待統計 不排除再有拘捕行動